在这个集市 遇到很多好玩的古物 影片的最后 介绍一家好吃的餐厅 有一点坏 耳朵在耳朵 这套特好 它这个形 老都会这样做 这种形 它自己做 可以造型 是 新的男友这么说 它这个词内又念烧的 就是说特别硬 高温烧的 都觉得 这套茶具特别好 很老 但是有一点小茶匙 价格呢也挺贵的 三万多就没买 这位老人家的摊位上的东西 都是非常不错的 价格很贵 也不讲价 明智的 对 以后 以后的摸到就 这个胶也很好 对 优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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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摸死的 这个 所以它给我给它挖一个 嗯 这很好吃 看 这是什么材质 各个大 这是一套的 大帮的多好看 这样颜色好 颜色特好 颜色好 颜色好 这个挺好看 要吗 接近中午有些累了 打算找个地方坐坐 休息休息 吃点东西 这个集市比较小 只有这一家卖关东煮的 应该还有一家卖咖啡的 我看今天没有来 我这样 下了一条 还有萝卜 多少钱 这样没有酒卖 来点仪式感 新买的馋盘 然后另外就感觉不解脖了 然后端着点 关东煮的摊位上还升着炉子 坐着热水 这吃完以后垃圾餐会整齐的马在这儿 旁边用过的筷子 这学生桌吧 以前老的 老的学生桌 这个糕点就作为店 既然挂出包子 这个糕点的话 这小店 这个卖玻璃杯的摊主 我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 跟我说看过我的 YouTube频道 哎呦 我特别高兴 感觉这三个多月呀 没白辛苦 特别有成就感 真好 给北京一位卖文艺古道具的朋友 买的草编的小提包 他选了这三个 做店铺陈列什么 非常好看 挺好的 昭和早期的风俗业价目表 上次在大阪的四天王寺没买到 这次在这儿见着 很喜欢这种日式的高脚凳 上面还有一层草席 我现场一般分两集 上午的时候东西多 都买点好东西什么的 下午就乱逛 有点放飞自我 闲逛乱逛 再吃点东西什么的 就是原来咱们打那个 滴滴味的什么 他们是喷门着的 他们是早期的 反正我们家有类似这种 这个壶的包装特别好玩 这边就一手绘风格的一壶 这边就是字 不是简单 我喜欢这种包装 这是一套青铜的印尼和放大镜 这套文具还是真不错 有点自然间的云 这一套文具是真不错 这套文具是真不错 其实就是这个 这套文具是真不错 这套文具是真不错 就是一套文具 久不見了 大餐有多少錢? 這裡一萬元 一萬元 那一萬元? 吃一萬元 拉伸了 今天上午刚到集市的时候 也就是在上一集影片里 我们不是买了一个铜红吗 非常可心 然后我这一路上就找 结果现在找到这个了 这个也特好看 这个上面有漂亮的金色光斑 也有赞克的花纹 这是挺少见的 在日本见证明有特少 像上海到处都有 挺好看 不知道能用吗 2,000元 2,000元 不要了 这个好看 这个是可惜的 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 好 好 大小的盐盐碗 或者是河草 有更多的 如果大小时 如果看到四十字幕 今天准备的 一会儿 伤心员 此过来 你总的 伤心在 即人 譬如 来 雨 这是一位非洲黑人朋友的单位 这位朋友说日语说的特别好 在日本的集市上能看到一些非洲特色的工艺品 也觉得挺好玩的 其实非洲的东西这种木质的还是挺有特色的 粗犷 今天收的早 是不是因为有疫情 所以大家匆忙的回去了 也没有什么人来逛人 今天集市结束的很早 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家门口 特别好吃的一个饭馆 不是什么高级的饭馆 是连锁的 但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 这个味道接近中餐 而且品种特别多 可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 多节点 这个是豆豉炒的猪肉和洋白菜 浓浓的豆豉 还有点辣味 有点四川川菜的味 特别好吃 我点了一个牡蛎和雪鱼的日式奶油灰菜 里边有白菜和红薯 奶油味比较淡 非常好吃 这个甜品是由红豆沙 糯米年糕 蔬菜汁和奶油做的 配咖啡不错 吴晨每周带您去古董集市逃货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或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 请别错过即将播出的购入品介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